四面八方现神灵 七星灵灯 眼神灵 林郑英偷用茅山秘术近遭天前 45岁早逝 出殡当天黑蝴蝶绕关 偷用茅山秘术三死一伤 活不过50岁是真的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林郑英所拍摄的香港僵尸片 可谓是无人能及 撑起了整个僵尸片界的半壁江山 身披黄色道袍 手持桃木剑 用红绳 糯米 俘虏 三清灵等作为法器 做法 结印 念咒的娴熟操作 至今都无人能超越 但其实就其原因 这些符咒与道法都不是瞎编 剧中林郑英所使用的法器 很多都是真的 电影《虚魔警察》 是英书电影中少数没有僵尸出现的影片 但在其中对付日本九局一派的女法师时 所使用的茅山玉佩 其实大有来头 相传那是出自于东晋著名道士 道教十足葛红的宝 是历代祖师代代相传下来 玉佩正面雕刻太极 周围是斩制妖邪四个大字 背面则是道家福咒 据说是当初导演刘关维 特地托人从红锦道教界来拍戏用的 此外 英书制定了严格的规矩 第一 每次拍摄开机前都挑选出黄道吉日 而且会摆放各种祭品 表示对天地鬼神的尊敬 而且祭祀准备的网筷 数量都必须是单数 并且要求全组人 要诚心诚意地祭拜 第二 英书要求全剧组 都不能在拍摄时谈论鬼神 不能细细打闹冒犯他人 不能讨论拉演员的特殊意义 因为在拍摄僵尸时 演员不能行走 只能蹦跳 拍摄时间久了会非常劳累 所以剧组采用拉演员的方式 让演员调威亚辅助他们做动作 第三 开机前都必须带红包一起出镜 英书让每个演员都拿上红包 一来是为了图个顺利 二来是图避邪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一种心理慰藉 第四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拍摄时导演必须大声喊咖 这是为了确保演员能够回过神来 因为有些演员可能会入戏太深 大声喊咖能够让演员紧快回来 意识到自己是在演戏 免得生出不必要的事端 偷用毛山秘书遭反事 出殡当天黑蝴蝶绕关 拍鬼片活不过50岁是真的吗 1997年正是英书的事业巅峰期 可也就是在这时候被查出身患肝癌 他为了不连累恋人 故意瞒下此事与对方分手 1997年11月8日 英书在相当久龙盛德泪撒医院离世 终年45岁 但仍有人对于英书因病而死表示质疑 外界之中一直众说纷纭 传言只剩一个月的寿命时 林郑英谢绝任何亲友的探望 有人说他是因为拍鬼片泄露了毛山秘书 所以被黑白无偿缠身 然而就连英书的恋人十六姐 在接受采访时也曾提及 一个让人浮想连篇的灵异事件 英书去世当天的早上 十六姐院穷丹原本有场活动要去参加 但就是走到门口时 突然感觉一阵眩晕感袭来 双脚顿时变得轻飘飘的 所以只好回去躺下休息 但也就是这段时间 他若隐若现地看见林郑英出现在他身边 并且听见林郑英对他说再见 等到他醒来后 好巧不巧意通电话打来 正是林郑英病逝在医院的电话 我们都知道洪金宝和英书是好朋友 而等到英书置办葬礼的时候 洪金宝却冲进去破口大骂 因为这个灵堂弄得太诡异了 整个灵堂不过容纳二十人左右的大小 而且角落都发黑发霉 最关键的是 林郑英的遗嘱里说过 希望自己的葬礼用道教仪式 但结果现场却是佛教仪式置办的 而江师先生 这部剧的编剧黄英 黄炳耀 以及我们经常在片中看见的演员许冠英 他们的死亡也十分离奇 一个在四十多岁时死在了异国他乡 一个在家中被发现时 尸体都已经发霉了 而且许冠英和林郑英一样 都是死在11月8号 而在林郑英葬礼的当天 现场还飞来了一群黑色蝴蝶 更让人感到此事离奇 一代捉鬼大师林郑英 死后棺材飞来黑色蝴蝶 是因为偷用了茅山秘书 还是因为碰上了不好的东西 林郑英在剧中所使用的法术 让很多人都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学过茅山术 坊间传闻说 当时茅山正宗天鹰派的信横道长 其实与林郑英的母亲 是远房亲戚 因此林郑英也学到了一点 真正的茅山术法 而林郑英为了拍好影片 让电影显得更加有趣 他私底下也拜访了各个道长 翻阅了许多茅山书籍 从中研习 他在媒体面前 一直说从没有学过任何道书 但他剧中的表现其实可以看出 他对这些都有着很高的理解 只是没有拜师 全凭悟性 不过其实就在剧中 林郑英手里的皇府 那就是茅山派货真价时的郑师傅 大多是用朱砂在皇纸上写下 某某大将军到此阵的福袋 但林郑英的影片中 常会穿插一些灵异的内容 来增添影片的氛围 这其中最有名的 便是 《新疆师先生》中的《红白双煞》 据说当年拍摄《红白双煞》时 混进去一个真正的鬼魅 拍摄完成后 他们发现剧组里竟然多了一人 这《红白双煞》之中 《红煞》是指大婚当天去世的新娘 而白煞则是溺死的青年人 两者怨气极重 且会形成对冲 双煞会将中间的人 关入花窖或者棺材其中之一 进了《红煞》花窖 会被洗竹活活烧死 而如果进了白煞的棺材 则会被水慢慢淹死 也是因此至今 都没人敢再翻拍《红白双煞》的情节 如今距林郑英离世 已经过去二十多年 自林郑英之后 香港僵尸片也算是经历了 一个时代的结束 时至今日也在南出现 超越英书的作品登场 有人说英书棺材旁的蝴蝶 其实是英书自己 也有人说是人离世后 形成的特殊磁场 吸引了这些蝴蝶 之后英书的遗体 被火化殡葬在了美国 虽然很多熟悉的老演员 都一个个地离去 但他们那个时候的努力 与他们的精神依旧在延续 对此 你怎么看呢